新年聚会的餐桌上一定要给大家推荐这样一道菜 不仅做法呀超级的简单而且美味又下酒 如果您学会了这道菜钱不用多花健康好吃顶呱呱 上桌之后吃完绝对人人把你夸 早上我去菜市场花了十块钱买了一块新鲜的猪肝 改完刀之后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这样能够有效的减少它的清味 然后再将猪肝冷水下入锅内放入大块的葱姜去腥的料酒 然后再放入一个万能的五香卤入包 再加入适量的清盐大火烧开之后用勺子撇去浮沫 撇进浮沫之后一定要扣上远配的锅盖 小火煮至三十分钟 将猪肝煮至成熟之后进行关火 浸泡半个小时以上更加的入味 卤好的猪肝捞出之后自然放凉 这个时间段呢也别显着 将去皮的洋葱改刀切成三角片 尽量切的大小均匀一些 再将洗净的红椒改刀切成菱形片 洗净的香菜改刀切成寸段 提味还能搭配颜色 放凉的猪肝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空碗中加入少许的干辣椒段和花椒粒 一勺的辣椒面和白鸡嘛 再加入一勺灵魂的蒜末 一定要泼上冰冷的热油 炕出香味 加入一勺的精盐 不时未经可以补放少许的白糖 一勺的生抽 一勺的陈醋 少许的香油 充分的将这个料汁完全的搅和均匀 以后再将切好的配菜和猪肝放入空盆内 将上兑好的碗汁 这里的重点依然要提醒大家 拌凉菜的时候一定要像我这样搂着拌 这样拌出来的菜有形好看 不容易出汤 视频录到一半小鸡出来露个酱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帮小鸡朝着屏幕点两下 辛苦您了 感谢您了 拌凉之后完美的装入盘中即可完成 学会请点赞 没学会的继续看 如果有缘您刷到我这个视频 别忘了关注小弟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